大家好,我是钟铭 这节课第36课,圆角 这个命令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解的 圆角将两个对象进行圆角 任意两条线都可以进行圆角 首先来讲一个圆角的步骤 单击圆角的命令 我们看命令行有一些选项 放弃U,多端线P,半径R,修剪T,多个M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指定半径的大小 那么速度R,按回车键 提示我们指定圆角半径 比如说我们要圆角半径为一时 那么就速度一时 按回车键 提示我们选择第一个对象 那我们可以单击选中这条线 再提示我们选择第二个对象 那我们可以单击选中这条线 好,就圆角好了 那么圆角的原理的话 其实呢就是相切相切半径 就是呢 和这个是一样的相切相切半径 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呢,我们对这两条线进行半径为一时的圆角 好,单击这个命令 好,捕捉切链 好,再捕捉切链 然后呢 圆的半径一时 好,按回车键 好,再进行修剪一下就行了 好,单击修剪的命令 按回车键 把所有的对象呢 都作为修剪的边界 好,这样子呢就成功了 当我们告诉CAD 要圆角 还有半径值 在选择两个对象后 那么就告诉CAD 两个切点分别在两个对象上 然后CAD会自动计算切点的具体位置 并且给我们绘制员 在自动的修剪 好,按坑车键 回到上一步 我们呢不做改动 方便大家进行练习 那么圆角呢 像这种矩形 正多边形 它们呢都是多段线 那么可以分别的选择这个边 然后来圆角 好,单击圆角的命令啊 然后呢 搬进R 好,输入R,回车键 然后半径为 比如说半径为这个5 按回车键 提示我们选择第一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发现我不想要这个半径为5了 我想把这个半径为5呢 改成一时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开命令行吗 命令行呢 还有这个半径R 那谁说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输入R 按回车键 把这个半径呢 比如说改成一时啊 然后按回车键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第一个对象 好,选择第一个对象之后呢 这里呢 又有半径R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还可以去改 还可以去改变这个圆角的半径 是吧 都比较人性化啊 那么输入R 我们把半径呢 改成这个8吧 也行 按回车键 好,这个时候呢 它提示我们选择第二个对象 那我们直接来选择这条边 好,就圆角了 好,Ctrl加Z 好,那么像这样子的两个圆呢 都可以进行圆角啊 圆角的话 它比较广 任意两个对象呢 都可以进行圆角 当然 除了这个样条曲线啊 后面的课 会学习这个样条曲线 那么这两个圆呢 他们的 在这里的这个象限点呢 是连接的 那么两个圆的圆形的位置呢 呃 两个圆的圆形的位置 在水平方向上 他们的距离为30 好,大家要画呢 也很简单 好,也可以进行圆角 比如说我圆角半径为30啊 好,回车键 选择这个圆 再选 选择这个圆 再选择这个圆 是吧 就有了这样子的一条弧线 那么它圆角的原理的话 还是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好,我们删除这个弧线 我们在进行圆角的时候 如果说有多个对象要圆角 而且呢 圆角的半径相同 那我们不需要去 一个个的去指定这个圆角的半径 我们只需要指定一次呢 就可以了 比如说可以演示一下 好 单击圆角的命令啊 半径呢 为 半径R 回车键 半径呢 为比如说为10啊 好,回车键 好,选择这个 再选择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按回车键 重复这个圆角的命令 那么我圆角的半径呢 还是10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需要输入啊 然后呢 再输入这个半径啊 不需要 我可以呢 直接来选择对象 好,这样子也可以啊 就是中途呢 你不能说你用了一次圆角之后呢 你第二次的话 你又去用别的命令啊 这样子呢 就不行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得重新指定这个圆角半径啊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那么多 大家先来练习一下 好的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